继续往里进 身上去打 那很多朋友呢 练习内加拳实际是按照外加拳的方式去练的 于是导致他练的内加拳没有作用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大家都知道在印象中 内加拳是慢吞吞的 但是第一 它真的慢吗 什么是内加拳 如果我们看一下黄宗熙前辈 关于内加拳的定义 因为内加拳是他最早提出的这个概念 他在王征南木制名上写道 内加拳是以静制动 泛者立扑 所以它和外加拳最大的区别是 泛者立扑 它能够把人催根打倒 所以很多人拿着外加拳的观念来练习内加拳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内加拳的速度 内加拳真的慢吗 那么首先外加拳呢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搏击 它看上去就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假如我们的人体分为三部分 这叫根节 靠近身体的都叫根节 中节 稍节 它是手脚的运动比较快 所以看上去速度比较快 比如我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做拳击的攻击的时候 它看上去是比较快的 但实际上它这个快速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手和脚快 脚一动 就开始位移了 你会感觉它很快 因为它的位移比较明显 手也是 因为手伸出去再打回来 你会感觉它比较快 是不是 因为这都是稍节的运动 但是内夹拳却完全相反 内夹拳是由内往外练 它肩和胯的 肩和胯的运动比较快 但是它是在里边动的 手动的手 你看不出来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打行李拳的P拳 或者行李拳的五行拳吧 它肩胯动的快 大家看我的肩胯 手 其实动的很手 这是它的风格 包括太极拳 手 脚 没怎么动 但是肩胯动的很快 所以肩胯的运动 看上去并没有位移那么大 所以大家就认为内夹拳慢了 这是第一 但实际上 它在内里的运动 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愿意用 现代搏击这种 看上去脚和手快的方式 去衡量内夹拳 因为内夹拳看上去慢吞吞的嘛 只要是不符合这种快进快出 他们就觉得不实战 但实际上真正到了实战过程中 是这样嘛 完全不一定的 首先我们先讲讲 外夹拳 或者咱们现在的所谓的现代搏击 它是手脚快 假如我进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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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上是非常快的 这种状态 手上非常快 但是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打他的时候 对方抱住 对方的重心始终是稳定的 始终是稳定的 他随时可以反击 例如我进攻他 对方防住了 好 反击 一 二 三 对方就能反击你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重心不受影响 所以你们两个重心都是平衡的 你打不动他 他就能打你 胜率各是50% 那么到了内夹拳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不像外夹拳 这个好现代搏击一样 手脚动得快 他是腰身动得快 例如当我们打中对方之后 我们不收回来 收回来肯定显得速度快 对吧 但是没用啊 人家随时能打你 我们要的是 接触到对方之后 手就不收了 继续往里进 身上去打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 对方抱好肩甲 那假如我打对方的时候 我的手已经进来了 我的手并没有出现 往回冲 但是呢 大家看一眼 我的肩膀 顶进去了 肩膀顶进去了 也就是说 在我回收的这个过程中 我的身体已经撞击进去了 我们一直赶着对方往前走 所以看上去 他的练功过程中 他就显得很慢 为什么 因为手的屈伸手 肩膀往前追着手 胯往前追着手 但是这种打法不厉害吗 实际上这就带来了 在格斗中的胜率的问题 当对方重心稳定的时候 你看上去很快 看上去很快 但是对方随时能够还击你 你的胜率不高 但是如果你是用内加拳的打法 腰胯能够撞击对方的重心 你撞对方 他站不稳了 他怎么打你 你随时可以打他 但他出前手 他怎么出前手 我们控着他 他出腿 我们腿来吃着他 对不对 上中下三盘 完全的控制 所以这是符合内加拳的一个定义 叫做推根 让对方站不稳 逝去的武林那本书上 叫大人打小孩 我们摁着小孩的屁股进行击打 那这对你来说胜率很高 因为他站不稳 他没法打你 你是单方上的输出 但是如果对方站稳了 像现在搏击 不控制中心的这些打法 那他随时可能反击你 抓住你一个漏洞 你就危险 包括第二个例子 假如我们打勾拳 类似于 按现在搏击 挡住 我们这一拳就意味着结束了 出回来 再打第二拳 对方会有反应的 你在挡住 回收 这一瞬间 你的位移是 收回来要走这么远 打出去又要走这么远 所以对方一般都会有防御 而到了内加拳 讲什么呢 我们讲不退 对方挡住了 那我们肩膀往前靠 是吧 当然这一下应该是打击了 我做的慢一点 这一下已经 肩膀手已经打击上去 打击到对方咽喉的部位 所以大概是造成这种效果 一拉 肩膀打 身上打 sorry 所以它是非常快速的 就打动了对方的身体 但是呢 由于它是肩胯的运动比较多 不像这个位移这么明显 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慢 内加拳 稍截 也就是拳头动得少 绑胯跟截动得快 绑胯撞击 对手被催根站不稳 对方站不稳 他没法反击我们 人的意识是先调整重心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击打 我们相对安全 但实际上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练拳过程中 劈拳的一个回身 看上去练得很慢 但是实际上 你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它的动作也是很快的 但这个快不是自己的快 是对方感觉你很快 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快 双方的重心都平衡 它这个快没用 对方随时能反击 你本身预先设计好的一些东西 就使不出来 但是内加拳的这种快 不是你自己快 是对方感觉你很快 对方站不稳的时候 我是很难打你的